大家好,今天在法拉圣有一个西语贼 不知道从哪里偷了十平岛屋的胡法素 在街头削脏 只见这个西语贼从背包中一瓶一瓶取出 一开始他背着包,两只手拿着三瓶 问旁边的华人女地摊主要不要 但是遭到了女摊主的拒绝 随后他走到了这个摊位 这个地摊老板产生了兴趣 于是双方开始商讨 西语贼将背包中的赃物全部取出 一共是十平 交易结束后 贼把钱放入了口袋 然后离开 根据纽约的法律 综合法刑事涉及盗窃的罪行 第155条第25节盗窃 一个人在盗窃财务时犯有轻微的盗窃罪 所以这个西语贼已经犯了轻微盗窃 是A级轻罪 华人向西语贼述出大拇指 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赏 随后西语贼将钱放入他的右手口袋 那么地摊老板购买赃物 属于是什么罪呢 按照纽约的法律 综合法刑事涉及盗窃的罪行 第165条第40节 与盗窃有关的其他犯罪 任何人明知拥有赃物 意图使自己或财产所有人以外的人受益 或妨碍所有人追回财产 即构成第五占有赃物罪 所以地摊老板已经触犯了第五级非法占有赃物 属于A级轻罪 西语贼和地摊老板所犯的是同等罪行 这种牌子的是德国的牌子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哪儿牌 它有 只要警察不抓到 抓到也无所谓 这样它想开去 小小小去 无论的